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我們上次Costco大採購的一個重點商品 是... 我們的 菲利普氣炸鍋HD9742 欸你記得了吧 因為我剛剛... 它很長很難記的 那這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的玫瑰鏡 你看到它的圖案 它不是手把變成玫瑰鏡嗎? 可是我這個人就是覺得... 它之前是金色的 然後玫瑰鏡感覺比較適合我們 深的感覺 這個才4.5公升而已 可是這個有一個好處 就是... 漂亮 我跟你講之前我們看那麼多氣炸鍋 然後... 你也有買比1的嘛 對啊 上一代9642 然後它是銀色手把 我們都沒有買 對啊 但是經過Costco看到這個玫瑰鏡的手把 就被它燒到就買下去了 就跟當初6S的玫瑰鏡多漂亮 對這代表什麼 這叫做腦波弱 不要腦波太弱 那沒關係我們覺得 氣炸鍋去朋友家看他們用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了吧 我們家終於要有吃炸鍋了 終於可以自己做豆乳雞了 它有附一個玫瑰酥跟小食譜吧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基本上的東西 還有附了一個烤網 欸很小耶 難怪人家說這個是比較小型的 這是4.5公升的 所以要烤網比較小一點點 我把他打開囉 好 好像雞蛋盒喔 它本能在這裡啦 用一個套地 你拿起來吧 找位置 沒有這個時候就是長進的好處 我幫你Hold住 我幫你嗎 我剛才以為2、2、3 就拋出去了 欸很漂亮耶 真的跟我們在賣場看到的一樣 這玫瑰鏡真的很漂亮 這手把 這可能就是衝著女生來的嘛 媽媽一定會喜歡 而且白色很素養 而且它不只有手把喔 它連上面的面板 這邊菲律芙的標誌 都變玫瑰金 還有面板上面的圖案 顏色原本是銀色為底的 都變成玫瑰金的 所以它是有搭配的 這真的很漂亮 你看連旋鈕這邊 也變成玫瑰金的 然後手把這邊也都是 背面這邊就是全部都黑的 沒有玫瑰金 烤的時候就會有那個散熱的風 會是從這邊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敬高標準 把那個氣排出來 你看它這個 這個是幹嘛 就是收餡用的 之前基本上的 一般的氣炸鍋是沒有收餡用的 它屁股就是一鐵紅的這樣 這個給它剪開 它可以繞在上面 等於說它在沒有使用的狀況下 它可以把餡繞在上面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餡其實 看起來 還滿短的耶 對啊短短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的容量好了 你看它是可以分離的 這個比較好拆洗對不對 對啊拆洗 就是等於說內鍋就分開這樣 對 然後下面這邊呢 就是它的底部的盤子 它底部改用了雙海星的底盤 所以它可以提升它的綠油的效果 提升了大概99% 減油的部分 也可以提升到90% 而且要下面這邊 這個海星底盤是可以拿起來的 所以你要洗的時候 也可以把它整個拿起來洗 原來它這個下面就做一體成型的 一個螺旋槳的那種感覺 這個附贈的 它是雙層的烤匠 這可以用來串燒 拿這個籤子有沒有 在上面 那另外的這個就是我們多功能的網欄 配合這個手上的底網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組裝之後它的底網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其實容量以四點五工程來講 一般的小家庭你在吃炸物的時候 應該就夠了吧 不知道我的人份應該是夠的啦 可是因為我有比一 然後我就會拿比一的容量跟它比 它真的偏小 因為它才4.5 那比一的話大概是6公升左右 我沒記錯吧 對 以容量來講它是比比一小的 但是 契拉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看說它成型的樣子 跟炸出來的那個 鎖出來的那個 對 對 還有跟有沒有鎖住肉汁的感覺 所以還是要實際使用才會知道 等一下來試試看 而且它們都有不粘鍋的塗層 所以在清洗上面還蠻方便的 上面有一個像是紋箱的 這個是加熱的地方 這個蠻大的喔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它這個旋鈕可以去調整它的溫度 所以最低的話可以到 對 40度沒錯 然後最高的話 可以到200度 一格的話大概就是調整5度 而且蠻靈靈的喔 我轉一圈它其實調整是很快的 它不會說反應比較慢 那功能鍵裡面就是開關 然後這裡是定時 然後這裡是保溫 保溫的話它可以來到30分鐘 還有溫度的調整 然後這個是選單 然後選單裡面是有預設4種功能給大家選 第一個功能正在閃的這個就是冷凍食品跟炸物 第二個呢就是雞肉類的 第三個呢就是魚肉類 然後第四個就是牛肉類 然後你看到我在調整的時候 上面都會有相對應的不一樣的溫度 是因為它原本就預設了它的對應的溫度跟時間了 那牛肉類特別的它好像還可以在做舒服肥的效果 我很喜歡去轉它對不對 我就說小朋友皮就會把它往壞一點 對 不會打你的手 你會覺得有一種移動的那個音效你知道嗎 你就會很想這樣子去轉它 是不是很想走 我很想打你的手 然後現在就拿我們帶一隻要拍的 Costco的雜蝦來把它試試看 這個Costco這個雜蝦 我看到它的價格我也嚇到了 就要700多塊 可是因為蝦子 對 海鮮總是比較貴一點 對啊 我們來試試看 它感覺容量不大耶 這樣差不多就是整個鋪滿的狀態 好 我們把它放進去 炸炸看 我剛剛看網路上是 人家是寫說200度10分鐘 我們來炸炸看這個口感 好不好吃 好 開啟啟蒸火 它的水煎 我好喜歡聽這個聲音 很有那個回饋感 好 開啟 你看它的聲音其實真的滿大的 現在 我在它的後面 出風口這邊 可以感覺到它其實 風量算中等 但是聲音其實滿大的 喔 我現在聞到濃濃的炸蝦味 炸蝦味 可是因為我不知道它的火力 到底有多長 我想看一下它了 好 現在還有剩下4分鐘 10分鐘 我們暫停看一下 哇 它這個暫停不是 我抽出來它是暫停的 它要自己按 重新去按這個旋鈕它才會暫停 看起來 欸 很均勻耶 對 而且金黃感很有耶 對啊 對啊 然後上面 上面這樣焦香焦香的 油油亮亮的感覺 對啊 已經看得到有一點就是 油膩在下面 對啊 可是顏色看起來好漂亮喔 對啊 黃金感 我再炸一下 你看炸10分鐘之後 它會長怎樣 這一個人一點就是 迫不及待的臉 這道理是有多想吃炸蝦 想吃炸蝦嗎 從買回來那一天我就想吃它 我覺得我現在也被它弄得也很想吃 因為我覺得那味道太香了 各位 我們歷史性的一刻來 帶著筷子 喔 太齒太黑了 哈哈哈哈 欸 我怎麼感覺感覺比好像剛剛 四分鐘前拿出來還要黑一點 對 它就是那個氣圈效果可能太好了喔 對 翻面又不太一樣 嗯 翻面比較沒有那麼黑 這個才是剛剛好的狀態 對 剛剛是六分鐘的時候是剛好的 這十分鐘可能對它來講太焦了 對 有點偏黑啊 但是這個可以自在做調整 這樣我們就知道說 以後烤這個炸蝦大概六分鐘最好 對 我覺得味道你的辛苦 我覺得先給你吃好了 是怎樣 有點焦焦的就是要我先是不是 外皮的確是因為炸比較久的關係 有一點稍微硬一點 對阿 但是它還是脆的 它的蝦子本身的是很好吃的 是鮮甜的 看起來很好吃 味道好香喔 真的需要 好 我個人覺得阿 我覺得這個苦感做起來 所以我原來就是要再炸短一點 我覺得不是那麼大尾 它其實是很小一尾 然後麵粉很平 稍微多一點 它的氣圈效果其實真的蠻好的 不用用到真的那麼久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一台其實對我們小家庭來講 炸物的話它可以省下很多油吧 就是你以後可能炸雞塊不需要用到那麼多油 對阿 然後又可以讓整個炸的焦黃焦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算是這一台買的算蠻值得的 我覺得算值得阿 而且這樣子油在天外面其實我也覺得比較緊張 對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這一次的菲利普的玫瑰金氣炸鍋開箱 這個情況是HD9742 如果我喜歡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我是覺得它的這個效果是真的蠻不錯的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邊阿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讚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跟分享 IGLP也可以追蹤一下幫我們最新動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你有蜂蜜劍我講就可惜 為什麼 我想要在你蜂蜜劍我講 你出去買阿 你出去要這樣待遇 現在是美聯社 去向後美聯社買 掰掰 掰掰 See you See you 阿你走這邊 我們去買 蛤 我們一起去買 你去買